第277课 愿我不再用自定的法则来束缚上主之子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你有许多问题来自于你试图囚禁家人 朋友 爱人 伴侣或配偶 你觉得自己知道他人应该奉行的法则 你把这些法则投射在他们身上 并表示你知道什么对他们是最好的 但是你忽略了一个事实 他们有自己的导向系统 而他们受到指示去做的事 可能和你受指示去做的事恰恰相反 你若尊敬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们 包括伴侣 配偶 孩子 朋友或家人 你就必须给予他们自由 如果你想保有平安 让他们依照自己的选择行事 他们会学到自己的功课 并拥有自己的体验 如果那些功课和体验十分艰困 并导致他们受苦 他们可能学会去做不同的事 你不能强加自己的认知在他人身上 然而 对家长来说 这必定相当难以做到 这一刻令你非常难以置信 但是请尽可能给予孩子自由 允许他们听从自己的导向系统 不要试图将自己所居住的监牢栅栏 强加在他们身上 请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你没有感到全然的幸福和满足 而且正在和一大堆问题分战 那么显然你还不知道 如何创造出完美的人生 既然如此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 应该告诉他人 如何创造他们的人生 事实上 你是在告诉他们如何忘造人生 因为你期待他们步上你的后尘 因此 我们会说 管好自己的事 致力于自己的心灵锻炼 同时也练习尽可能给予他人自由 看出自己想控制他们 而放下这种欲望 看出自己想批评他们 而放下这种欲望 看出自己对他们的未来 及安危抱持的恐惧 并避免自己 沉溺在可怕的未来想象中 这不是爱的表现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我们明天再续